上期節目咱們聊聊聊上海的疫情問題 不少人對上海的市委書記都很有興趣 目前上海市委書記是李強同志 李強同志本來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一直到2002年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大貴人 也就是習近平同志 強哥很得習近平的賞識 04年時作為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 把當時的溫州市委書記李強 提拔成了浙江省委秘書長 省委秘書長簡單點說就是省委書記的大總管 可以參考普京和梅勒維傑夫 2007年習近平被調任上海市市委書記 李強也跟著做火箭一樣升官 從浙江省委常委、秘書長、政法委書記 一直升到了浙江省省長 2016年強哥又成為了江蘇省省委書記 2017年又接替韓正,成為了上海市委書記 這也正是10年前習近平擔任的職位 也是這一年強哥成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翻譯下就是副國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目前來說強哥依然還是另外一位強哥最大可能的接替者 當然了,現在隨著遼寧都開始運菜拍錄像 搞得跟運鈔一樣 然後當做證據撕上海來看 強哥接替打強哥的阻力還是很大的 但是看到不少朋友在喊要中央撤強哥的職 我看你們這就是有點搞不清楚狀況了 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和一般的市長省長可就不是一回事了 當鄧小平掌權以來 為了避免再發生毛澤東時期的高層侵壓 有一個行不上大幅的潛規則 這個大幅當然不是說你做個省長就算的 門檻就是中央政治局 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那一般只要不是碰上太大的事 總還是能混個退休的 鄧小平掌權後 第一個入行的政治局委員 是前北京市市委書記陳希同 境外媒體謠傳 陳希同在鄧對江澤民不滿時 特意聯合7個省委 聯名舉報江澤民 最後老江在微波的幫助下 化解了這次危機 強調下都是謠言沒有根據的 陳希同被丟進秦晨監獄後的十幾年 很長時間都沒有再發生過政治局委員貪污腐敗的情況 一直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陳良宇橫空出世 陳良宇最後官拜上海市委書記 中央政治局常委 黨和國家領導人 相比於強哥 陳良宇的名望極高 可謂是上海灘有史以來民意支持度最高的市委書記 本來這樣的人物不是咱們這種小老百姓可以聊的 但是陳良宇現在的政治權利還不如咱們 所以聊一聊問題不大 為什麽說陳良宇是上海民意支持度最高的市委書記 首先第一點 陳良宇是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 雖然共產黨給他的簡歷上強調的是他的浙江籍 其實這個就是避重就輕了 中國自古以來的規矩都是異地為關 哪怕到了新中國也是如此 所以陳良宇本來是不可以在上海做到市委書記的 不過上海實在是太重要了 江澤民也需要自己人主任上海 因此陳良宇的簡歷上都是在說他的祖籍寧波 因為陳良宇是上海人 所以對上海的利益就極為重視 說白點就是地方保護的意識很強 經濟上咱們不多說 單單就是保護方言這個問題上 陳良宇除了幹不過香港特首 內地應該還沒有哪個父母官幹的過他 這個對於上海人來說自然是很提氣的 另外的原因則是陳良宇的能力真的很強 在陳良宇主鎮上海期間 上海市經濟增長率差不多為13% 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長率只有10.6% 上海的地方財政收入年均递增達到了近日的20% 什麽環球金融中心化學工業園區 江南造船廠長新島基地 浦東機場二系工程 都是陳良宇主導的 甚至中國的首個自貿區 上海自貿區也是陳良宇所規劃的 除了搞經濟 陳良宇還是全國最早推進舊城區改造的大員 2006年上海市人均住房面積 比陳良宇2001年剛任市長時增加了30% 而且陳良宇不但替城市居民建房子 還幫上海的農民建 陳良宇的目標是學西方的那種 在超級城市周圍遍布衛星城的模式 把上海建成一個中星城 周圍圍繞9個新鎮 一鎮一茂,並且各居封運 讓上海真正成為國際化大都市 說穿了就是推薦農村城鎮化 這個舉措是不被當時的中央政府所洗的 但是到了陳良宇被下餘後的6年的中共十八大上 新政府也開始主張推進城鎮化了 足見成的前瞻性 陳良宇在任上還積極推進污染治理 上海的蘇州河就是陳良宇整乾淨的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厲害的是陳良宇還健全與完善了養老金 以及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陳良宇是第一個把社保基金拿來進行投資抗通脹的官員 養老金入市在國外是司空見慣的 但是在中國,陳良宇卻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可惜也是因為養老金入市使得中央抓到了陳良宇的把柄 把他送進了大牢 這個也是上海人同情和支持陳良宇的原因 因為陳良宇被下餘的時候 一共就被沒收了30萬財產 入市的養老金還是賺的 這個錢也沒落進他自己的口袋 相比於今天各地養老金虧了眼花花 陳良宇簡直做的就是完美 更諷刺的是 在陳良宇被關進大牢後 中國就開啟了養老金入市的試點工作 這麼一看真的是有點心酸 李光耀當年能擁有那麼高的知識度 做的無非也就是發展經濟 給百姓建房子,清理新加坡和搞估計金嘛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不是特別重要 但是鑒於現在疫情的背景還是提一下 03年的時候中國爆發了SARS 上海,北京,廣東的疫情都爆發了 但是陳良宇組織了非常靠譜的防控 使得上海沒有發生大規模的人員感染 反觀北京和廣東做的就沒有上海好了 當然我今天肯定不是要為陳良宇翻案 他屁股上肯定不可能完全乾淨 按照高標準來講 共產黨搞個婚外情都可以被開除了 咱們主要是想要講一講 陳良宇到底是怎麽能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 以及他為什麽身處這樣的高位 還會被送進大牢 順便再說一說和他一起成長 並且現在折服的上海幫 咱們先從陳良宇的老爸講起 其實陳良宇的出生是非常差的 他爸爸陳更華是寧波正凱 陳家的長房長子 簡稱的大少爺 家裏有數百亩的糧田 還有自己的生意 妥妥地地主階級 但是陳家在新中國居然橫過去了 怎麽回事呢 1945年日本人投降後 陳更華娶了大戶人家李家的小姐李眸珍 李家是個中醫世家 主打正骨按摩 在浙東一帶很有名氣 李眸珍雖然是個女子 但是醫術也是相當了得的 陳更華是個想折騰一番的人 老婆也有手藝 屬於完全沒有被禁錮在土地上的技術型人才 因此剛一結婚 陳更華就決定闖一闖上海灘 所以夫妻臉去了上海 1946年10月 日後的上海王陳良宇在上海出生 這個時候的陳更華還在上海讀西學 學英文 希望盡快成為一個買辦 也就是這一年 蔣介石找到了吳大友 曾兆倫和華羅根三位科學家談話 問中國能不能造原子彈 結論是缺少人才 需要盡快選派一批優秀青年前往美國深造 讀書神技很好 英文也不錯的陳更華就被選中了 在1948年被公費派往美國留學 陳老太爺也是相當的前衛 我兒子將來是要回來造原子彈 當大買辦的 還種個雞毛的錢 乾脆就把全家的土地都給賣了 舉家遷往上海西藏路 等待兒子歸來 我這不是搞笑 上海的寧波幫 很多人就是以稱為買辦為自己的最高目標的 我們可以把上海的寧波幫想象成香港 新加坡的潮汕幫 簡直就是為做生意而生的 這幫人他真的就是對種田不感興趣 結果陳更華剛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沒多久 中華民國就沒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 寧波因為是咱們蔣委員長的老家 那日被清算得要多慘有多慘 結果陳家連一亩地都沒有 因此沒有被清算到 而因為中華民國沒了 陳更華的公費留學就變成了自費留學 因為家裏大部分的錢都變成了他的學費和生活費 50年代初的正反運動時 按比例槍斃有錢人又沒輪到陳家 完美的卡了個bug 陳更華也沒有學怎麽造原子彈 這玩意兒又不來錢 他專攻醫用X光 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引進X光 X光街的價值經常能超過一個醫院固定資產的一半以上 偏偏全中國也沒幾個懂得怎麽保養的 1952年陳更華回到了上海 當時中國的有錢人、知識分子 都在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往外跑 陳更華這樣的劉美華人願意回國 那肯定是有指標意義的 因此上海政府就給予了他們家很大的優待 陳更華在回國之前也做了兩手準備 一個是已經聯繫好了數家醫院 給他們做X光的保養和維修 另外一方面還和當時國際上十分有名的英國勞艾德傳奇社 簽訂了代理合同 50年代的共產黨還沒有站穩腳跟 除了剛開始是搞了一批人 對大部分的階級還是以團結為主的 因此陳家很是過了一段好日子 陳更華也可以說是中國最後一批買辦了 陳更華的妻子李謀貞的事業發展的也很不錯 因為醫術高超 進入了上海鐵路裏的衛生系統 而且還是幹部編制 鐵路系統哪怕是到江澤民時期 都還是鐵板一塊 因為根據老派共產黨人的理解 鐵路系統有它的軍事意義 所以算是半軍事化機構 能夠享受大多數軍隊的特權 另外一方面又沒有軍隊裏的制約和危險 所以陳良宇的童年可真的太幸福了 老爹有的是錢 但一不是地主,二沒產業 雖然說是個買辦 但是也沒有開自己的公司 只能算是個靈活就業的自由職業者 土改,正反,公司合營,反右什麽的 都沒輪到他們家 老媽直接就是國家幹部 所以陳良宇的生活質量 不比改革開放後 第一批的富二代差 一直到50年代末 共產黨終於有精力來弄 陳跟華這部分 游離在掌控之外的靈活就業者了 1959年 上海市政府找到了陳跟華 要求他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把他分配到了江蘇常州的第二電子儀器廠 擔任總控制師 修X光機以及買辦的收入自然就是沒了 1960年 陳良宇也深入了上海鐵路職工子弟中學高中部 當時鐵中的學生大部分是鐵路幹部子弟 陳良宇的同班同學後來大部分也都比較有成就 有做上公安局長的 有在保剛做領導的 有在報社做主編的 陳良宇因為比較講義氣 成績又好 在整個圈子裏屬於大哥級的存在 2000年 鐵中被更名為上大市北附中 2004年50年校慶上 陳良宇專程參加了親戚 與他在功成名就後 絕口不提的大學生涯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為什麽陳良宇從來不提他的大學生活呢 老爹陳更華這麽多年也認識到了他們家的家庭背景還是比較灰色的 要想進入主流社會還是得想辦法進軍隊洗紅 因此要求陳良宇報考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 畢業後直接就能有軍官鞋 陳良宇進入學校後也很爭氣 周末有空就穿著軍裝在街上轉遊 看到老大娘就過去扶一把 同學生活困難也不留名的對他們進行資助 如果不是擺在他床頭的那本記錄的滿滿的日記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了這麽多好事 於是在1966年3月的評選活動中 陳良宇被評為學習雷鋒積極分子 不久後班級黨支部就找到了陳良宇談話 要求他積極向組織靠攏 爭取早日加入光榮的共產黨 本來一切都很順利 但是我想大家對1966這個數字可能比較熟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 中國的流美精英當時基本都在臺灣 留在大陸的相對就比較少了 因此作為少數派的陳更華終於吃到了鐵拳 被打上了美國特務的標籤 每天的工作就是被批鬥 陳家在上海的家也被抄掉了 陳良宇的入黨計劃自然就打水漂了 因為成份不好嘛 陳良宇也從優等身變成了差等身 最後被送到了一個川西的山溝裏炸山洞 這個和1969年的中蘇交惡有關 主要目的是為了把沿海的各種廠房設備拉到山溝裏 防止蘇聯狗急跳墻 但這對陳家也有好處 中蘇交惡了 美國間諜就不是間諜了 而是雙方聯繫的紐帶了 陳爸也就被放回了家 中國是標準的人情社會 甭管你殺多少人 朱元璋、毛澤東也沒辦法扭轉 陳更華一家畢竟在上海混了這麽多年 一通運作之後 終於又把陳良宇撈回了上海 進入了上海蓬普機器廠當工人 從1970年到1978年 整整8年 陳良宇在蓬普機器廠都十分低調 因為是退役軍人 被編入了上海工人民兵序列 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民兵都是急先鋒 但是陳良宇既不衝鋒在前也不墊底 簡單的一個字就是混 換成今天這個時髦點的畫就是摸魚 現在想來這個可能是最佳選擇 墊底了王洪文要幹他 衝鋒在前過幾年鄧小平又要幹他 1976年毛澤東去世 1977年華人堂事變 1978年鄧小平徹底掌權 上海蓬普機器廠也終於迎來了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委書記江貫法 鄧小平上臺後的一大特點 就是開始讓共產黨走上了精英路線 像我們知道的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 都是憑硬實力考進的名校 江貫法到了上海蓬佈機器廠之後翻了下員工的簡歷 發現哦,他媽的居然還有個叫陳良宇的正牌大學生在做小工 這不是扯嗎 於是立刻就把陳良宇提拔到了技術科當設計員 並且還把他送到了同級大學進修 成功的人都有一個特質 就是當機會來臨時都會毫不猶豫的抓住 陳良宇瞬間就從之前唯唯諾諾的南郭先生 變成了拼命三郎 本來去大學進修他是不需要上班的 但是陳良宇堅持只要不再上課時間 就趕往單位工作 不但學業成績優秀 在單位的工作量還要比普通員工大 科室裏的重大文案全部被他一個人包辦 但是都以科長的名義上報 科長的母親重病 他又通過母親和老婆在醫療系統裏的關系 安排的拖拖蕩蕩 不到一年時間組織找陳良宇談心 讓他馬上遞交入黨申請書 幾個禮拜後 陳良宇就成為了光榮的共產黨員 又過了幾個禮拜,陳良宇被提拔為 澎普機器廠基建科副科長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把澎普機器廠的背景給大家介紹一下了 可能這也是本期節目最重要的內容 澎普機器廠還不是個大廠 他歸上海重型機械製造公司管下 上海重型機械製造公司又歸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管下 機電機電,帶機字的,帶電字的 基本上都歸這個局管 光職工就有30萬人 當時上海市的市長汪道涵 沒錯,就是那個汪姑會談的汪道涵 他其實就是機電系統的大佬 從建國開始,汪道涵就是管機電這塊的 1962年在汪道涵的幫助下 江澤民被調到上海 擔任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1966年再次由汪道涵提拔 江澤民成為了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 之後又被送去北京 成為了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局長 1982年江澤民又改任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 與此同時,吳邦國同志 在1978年到1983年 分別任上海電子元件工業公司副經理 上海市電真空器件公司副經理 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黨委副書記 黃菊同志又從上海石油化工 通用機械公司的副經理 升為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副局長 怎麽說呢 就是這些人其實都是汪道涵 在機電這塊的門身 當然不止這幾個 從上海第一機電局出來的人 有好幾十號 都是後來在上海太陽想當當的人物 像蔣宇任後來做到了上海副市長 全國政學常委 韓國章做到了上海電氣集團的黨委副書記 方鴻做到了上海大眾的廠長 大部分後來不是坐牢就是自殺 但是也有混的還可以的 名字我就不提了 所有這些人的特點 就是他們出身機電系統 這個就是上海幫最重要的紐帶 回到陳良宇這邊 1982年陳良宇的科長 又推薦陳良宇 進入機電一局的黨校培訓 一次在向當時機電一局副局長黃菊的匯報工作中 還特意帶著正在黨校培訓的陳良宇一起去了 這個也是黃菊第一次見到陳良宇 陳良宇在匯報中不卑不亢 非常自信 而且頭腦靈活反應迅速 這給黃菊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83年 還沒有從黨校培訓結束的陳良宇 就已經被任命為彭埔機器廠副廠長 副廠長還沒坐幾天 黃菊就升任上海市委常委 市委工業書記 伴隨著黃菊的升遷 陳良宇又被破格提拔為冶金礦山機械公司黨委副書記 也就是說陳良宇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裏連升兩級 並且只有短短三年的黨齡 陳良宇當上新公司的黨委副書記之後 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權力下放給下面的工廠 也就是說挖自己的槍角 直到把這個公司拆到沒有 一般的官員肯定都不會請願 陳良宇在這幹的熱火朝天 毫不練拳 半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任務 這個讓大哥黃菊非常滿意 其實陳良宇敢這麽不保留 也是因為有大哥們託底 知道只要把事情辦完 不會讓他在這個空殼公司裏待著的 果然,任務一完成 陳良宇又升官了 被任命為上海電器公司黨委書記 上海電器公司已經屬於基電一局的直屬公司了 可以說這個時候的陳良宇已經是基電一局的一方諸侯了 而黃菊把上海電器公司交給陳良宇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這個公司裏有做了不得的金礦 前面我們講了 1962年汪道涵把江澤民從長春一氣 提拔到上海電器科學研究院做副所長 後來江澤民又去了武漢北京 但是江澤民把自己的老婆王也平留在了上海 王也平也不是什麽有野心的人 就一直待在這個研究院 1978年 這個電器科學研究院行政歸屬 就歸到了上海電器公司 陳良宇貴為上海電器公司黨委書記 有事沒事的就會去下屬的電器科學研究院進行調查研究 順便就認識了王也平 陳良宇對王也平非常的尊重 一口一個王阿姨毫無上級公司黨委書記的架子 逢年過節還會親自騎著自行車把公司發的年禮送到江家 加上王也平年紀也大了 經常有些小毛病 陳良宇的那些家傳的醫術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經常帶著老婆上門為老太太理療下 混熟之後 王也平家裏但凡是有什麽事兒 都會找陳良宇幫忙 江澤民的兒子江綿康從部隊退伍回上海 陳良宇立即把他安排進了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 之後研究所又出資 把江綿康送到了上海工人大學搞了個文憑 王也平與汪道涵的關系又很不一般 不光是因為汪道涵對江澤民有之慾之恩 文革時汪道涵被打倒 江澤民在外地 王也平冒著很大的風險 把汪道涵的女兒收留在家裏 這種關系跟一般的利益交換就是不能比的了 王也平在汪道涵面前對陳良宇這個後輩贊不絕口 當時鄧小平正在強制老幹部們離休 不想出現毛澤東時期那種官員賴在位置上 為人民服務到死的情況發生 王道涵也到了必須退休的時候了 在零退休前 王道涵把陳良宇調到了一個新成立的部門 上海視為老幹部局當副局長 級別上沒變化 但是對陳良宇卻大有好處 一方面老幹部們雖然下來了 但是關系還在 把老幹部們搞爽了 能發掘出來的能量還是很大的 另外你別看這個局名字不咋好聽 但是也是在機關上班的 離領導們更近 更容易有表現的機會 陳良宇的工作能力是很強的 即使是在照顧老幹部這件事情上 上了之後陳良宇就利用母親 還有老婆在醫療系統的關系 為老幹部們找醫問藥 只要老幹部們有需求 馬上就會放下手上的事情 為老幹部們服務 很多老幹部在文革時被打成了走資派 房子家產被沒收 陳良宇逐個登記逐個幫他們找回 雖然手上有權力 但是陳良宇拒絕了他父親 收回他們自家在文革時被查抄房子的要求 1985年繼承了汪道涵政治遺產的上海幫 新華詩人 哈派掌門人 胡上皇 談笑風聲 澤民江 終於再次踏足上海灘 成為了上海的新任市長 我想很多朋友應該知道 我們的長者是個非常有語言天賦 啥方言都能來兩句的人 江澤民可以直接用上海話進行交流 他一到之後 所有上海的本地官員都圍攏到了他的身邊 而上海市委書記瑞幸文則被假空了 願意投靠瑞幸文的 只有一些外地剛剛調入上海 接受不了海派文化的官員 咱們江爺爺那是非常海派的 是吧 江澤民到了上海 那肯定就得提拔自己人了 到了上海之後 媳婦兒兒子老領導們 都在跟他說陳良宇這個名字 於是江澤民專門找陳良宇這個小副局長談話 談話結束之後沒多久 陳良宇就被升為老幹部局政局長 雖然陳良宇是老幹部局的局長 照顧老頭老太的嘛 但是陳良宇卻非常仔細的研究了江澤民的經濟發展思路 汪道涵時期是上海犧牲小我,完成中國大我 江澤民的發展思路則不同 省錢給中央幹啥,咱們搞地方建設 這個當然和鄧小平的思路也有關系 上期我們說的稅制問題大家可以參考下 鄧小平就是希望各省,各自發展,互相競爭 陳良宇把江澤民的各種理論研究名脈之後 作為一個老幹部局局長 啥大會小會都是在講江澤民的改革方針 在上海市委的內刊上也大量發表相關的文章 江澤民那是相當的高興 此時的江澤民也確實想要大幹一場 鄧小平說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才是好貓 當然就是說你能把事兒幹好就行 但是咱們仔細想想 共產黨的宣傳部門最愛做的就是立點心 如果只是中規中矩,事情做的不錯 有什麽值得宣傳的呢 但是如果領導破格提拔人才 事情又做的不錯 那就有宣傳的價值了 也更能得到鄧小平的歡心 所以江澤民就想賭一把 其實別看老江笑咪咪的賭性是很大的 偏偏他每次都能賭贏 這個以後我們再講 恰巧就在這個時候 黃埔區的區長梵明章比較的搖擺 有時候向上海幫靠 有時候又往瑞幸文那邊靠 江澤民一不做二不休 在1987年直接就把梵明章發配去了普陀區 當政業主席了 然後任命陳良宇來擔任黃埔區代區長 上海市的人民政府就在黃埔區 當時號稱中國第一區 是整個上海的門面 這個提拔力度比現在有些太子黨都快 但是陳良宇上臺後其實很慘 剛一上任沒幾天 就發生了東風飯店中毒事件 700多個人中毒 然後一個月之後 黃埔江大霧 導致橫渡黃埔江的渡輪無法正常運行 造成陸家嘴擠滿了要去市區上班的人 結果發生了踩踏事件 死了16個人 又過了一個月 因為食品安全問題 大量群眾感染假情肝炎 70萬人的黃埔區 3萬多人得了假肝 但是好在當時媒體不發達 上次也沒問責 陳良宇還是混下來了 但是必須承認 陳良宇是個勤政的官員 1988年的一年裏 黃埔區收到了給區長來信304封 陳良宇親自解決和解釋的就是235封 說實話 我覺得陳良宇已經比大部分國家的民意代表要靠譜的多了 這之後陳良宇就跟開了掛一樣 先是完成了新世界百貨商場的股份值改革 新世界百貨商場到現在都是上海的地標 號稱十里南京路一個新世界 是全國最大的百貨商場 然後又推出了黃埔旅遊節 現在各地的共產黨員搞的這個節那個節 都是抄了祖師爺陳良宇的 當時陳良宇首創以南京路為中心 搞各種花車遊行 歌舞表演 還有街邊美食 黃埔江上還有幾十條掛滿了彩燈的遊輪 來回遊業 活動結束時還會在黃埔江兩岸放煙火 當時那人哪見過這個呀 所以整個上海的城市形象一下子就上來了 周邊像江蘇還有浙江的女人們 夢想就是假期能去趟南京路 為啥我知道這個事呢 因為我媽她就很想去 之後的黃埔旅遊節就被旅遊局接手 成為了上海旅遊節 1991年陳良宇又通過各種優惠政策 吸引了美國花旗銀行 美洲銀行 法國東方惠里銀行 上海分行 在沿岸東路100號相繼開業 沿岸東路100號就是我們都知道的外灘 1992年陳良宇又是全上海 乃是全中國最早的推進土地批租政策的官員 陳良宇通過土地政策開始大量吸引外資進入 當然我們還少說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1989年六四運動期間 黃埔區既不跟學生正面衝突 又堅決維護鄧小平的意志 陳良宇組織了上萬的工人調查隊 每天半夜清除路障,打掃垃圾 白天控制學生們的示威範圍 到了晚上再繼續清學生們新設的路障 某種意義上來說 上海的處理甚至要比北京更好 這可能直接幫助了江澤民登大衛 六四一結束 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就變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上海幫的人自然就又要更上一級 吳邦國成為了上海市委書記 黃局變成了上海市市長 上海幫最得力的小兄弟自然也沒有被落下 91年陳良宇被送去了英國進修 92年一回來 陳良宇就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兩個月後的12月 上海市召開了上海中共第六屆代表大會 會上宣佈吳邦國繼續擔任市委書記 黃局,陳智立,王立平,陳良宇為副書記 啥叫上海幫呢 整個領導班子裏 除了王立平是個四川人外 其他所有的領導人都是說上海話的 這可真的就是護人治護了 接著吳邦國做一把手 做到了95年 然後去了北京 黃局接著做到了2002年 最後又親手把上海交給了上海幫的小兄弟陳良宇 至此陳良宇成為了在當時最年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總的來說 陳良宇能力是完全沒問題的 甚至可以說能力有點太他麽強了 在陳良宇的身上甚至能夠看到李光耀從政時的影子 陳良宇運勢也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鄧小平上台之後 但是由於壯年和中年時期的順遂 又給他未來的鐵窗生涯埋下了伏筆 時間有限,今天先講到這裏 下周咱們再來講講陳良宇是如何被送進大牢 以及上海幫的蛇服